陆亦去的北城府寺 而今夏还有三日的木休 在府上相来无事 今夏觉得事事无聊 突然想起今日吃早饭时 陆亭似乎总是咳嗽 想起他娘之前跟他说的 要对公公尊敬关心 一是乎今夏决定亲自下厨 做一个润肺的汤给陆亭 算是表达一下 最为儿媳妇对于公公的孝敬之心 今夏多了汤羹 有些紧张地来到陆亭房外 轻轻敲了敲门 听到陆亭说了一声进来 他才推开房门进了房间 陆亭气躺在软椅上 正在看着卷宗 今夏进去时也没抬头 今夏把汤羹 放到软塌前的暗机上 小心翼翼地晃了一声爹 陆亭抬头 看到今夏显然有一些意外 爹 这是五度的羹汤 轻热润肺的 我看您总是咳嗽 所以做了一些 您尝尝 今夏将汤羹 放到陆亭前面 陆亭 看着面前的汤羹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单切汤羹喝了一口 别站着 坐下 陆亭 示意惊吓坐下 好 惊吓顶点头 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最近天越发冷了 你若是觉得 你们屋子里凉 就让下人多置办几个暖炉 别染了风寒 陆亭嘱咐道 是 今夏突然觉得 他这个不古银修的公公 其实还是挺温和的 对了 我听说夏儿 你对火器颇有研究 陆亭 放下汤羹问道 说不上颇有研究 就是 对火器这方面知识 比较感兴趣 今夏不好意思 摸了摸脖子 你太谦虚了 陆亭叫了下 我听说 你手上的手冲 还是你自己亲自设计的 陆亭站起身来 走到柜子前面 取出一个木匣子 将木匣子交给今夏 这是 今夏疑惑道 打开看看 陆亭重新坐回软榻上 带着一问 今夏打开木匣子 里面是一把 看起来做工很精致的手冲 这把手冲 就送给夏儿你了 算是 知更烫的回礼 陆亭淡淡一笑道 可是这 这手冲看起来 很有价值 今夏看得出来 这手冲做工 这般精细 且材质极佳 一看 就是用做收藏的 再有价值 也不过是个物件 陆亭轻咳了几声 不必推辞 这只是 我这个做公共的 对儿媳妇的一点表示 那 那夏儿就收下了 谢谢爹 今夏没有再扭腻拒绝 大大方方地收下了 这一把手冲 有时 陆亭下直 回了府 抬进卧房 便看到今夏 正拿一把手冲 仔细观察着 在干嘛呢 陆亭走过去 青懒金夏的腰 看了一眼 他手里那一把手冲 一下子就发觉 这手冲 并非金夏 自己那一把手冲 这不是你的手冲吧 这个是爹给我的 见下宝贝的 将手冲 放进木匣子里 爹送的 陆亭有些意外 母亲爹有些咳嗽 所以今日 做了润肥的羹腾给爹 爹爹 可能喝得高兴 而且知道 我对火气感兴趣 所以就送了我 这一把手冲 金夏得意地 扬了扬头 你还真是会 蛊惑人心啊 陆亭扬手一笑 他的新娘子 才嫁回了几日 就已经让他 那个严肃冷暖的爹 这么喜欢了 那是 我这么讨喜 谁能不喜欢我呢 金夏笑咪咪的 是 真是一只 招人疼的小野猫 陆亭轻抚 他的长发感叹道 入夜 陆亭坐在书案前 纸笔 在卷宗上书写着 时不时用手帕 捂着嘴咳嗽 有人将嗡好汤药 放在书案上 陆亭以为是吓人 可是 抬头一看 来人是陆亭 怎么 是你来送药 陆亭有些意外 最问儿子 不能给父亲送药吗 陆亭淡淡一笑 看来是他之前 对于父亲关心太少了 所以只不过 是给父亲 端药过来 就让父亲这般意外 坐下吧 陆亭 敬畏一笑 端起药丸 刚喝了一口 胸口突然感觉 一阵憋闷 捂着嘴咳嗽起来 爹 你怎么咳嗽 还这么严重 陆亭担心的 自从他回京之后 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父亲的病 一直没有好准迹象 没事 就是风寒 一直没好利索 干火 肺火旺 陆亭 清了清嗓子 今日喝了儿媳妇 熬的羹汤 感觉肺里 多通透了一些 只不过是碗羹汤 又不是药 怎么可能 让肺里通透呢 陆亭笑了想 儿媳妇 亲手的羹汤 喝着书心 这书心嘛 自然胸腔里就气顺了 都说女儿贴心 我没有女儿 但是有了儿媳妇 倒是像有了女儿一般 陆亭感叹道 陆亭本来担心父亲严肃 惊吓嫁过来 昏不自在 不过 看现在情况 他真是有些喜人忧天了 惊吓说 爹送了一把手冲给他 是啊 我听说夏儿 对火器颇有研究 便送了一把手冲给他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年纪轻轻 就对火器 如此有研究的姑娘 如此聪明 有能力 又活泼开亮的姑娘 嫁到我们陆家 也是我们家的福气 陆亭看了一眼陆亦 以前我总觉得 你应该娶一个 像你娘那样 文静 贤惠的姑娘做妻子 现在看来 你还真的适合 夏儿这样的姑娘 你的性格沉稳 她的性格活泼 一动一静 倒是天作之合 陆亭丹丹一笑 从他父亲言语中 他听得出来 父亲对惊吓欣赏 其实父亲对惊吓赏识 是他意料之中的 父亲作为锦衣卫 最高统领 看着能力自然不一般 怎么会看不出惊吓优秀呢 好了 夜深了 你也赶快奋芳歇息吧 好 陆亦站起身来 对陆亭点头 爹 你也早一点休息吧 注意身体 陆亦走到门口 回头看了一眼 陆亭 风黄的烛光之下 陆亭的面容 很是苍老憔悴 陆亦心里一阵难受 陆亭的身体情况 正在很是担心 他想着实在不行 就让其他大夫过来 给陆亭再诊治一下 陆亦回到卧房 静夏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 身上连外衣都没脱 陆亦走到静夏身边 小心翼翼将静夏身子 从床那上轻轻抱起 让他软塌塌 趴在怀里 脱下外衣 想他睡得舒服一点 静夏迷迷糊糊睁眼 看到陆亦 对他笑了笑 狠狠唧唧地 趴在肩头上 闭上了眼睛 他脱下外衣 正在舒舒服服地 躺回床上 给他细心盖好了被子 大人啊 静夏似乎做梦了 嘴里嘟嘟囔囔的 嘴下微微上扬 他就是梦到他了 他在他梦里 是什么样的 陆亦看着 静夏睡眼 低头 闻闻吻他的唇 咱们就想到他了 咱们就想到他了 咱们就想到他了